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培养米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培养米上长满了细菌 站在某个地方细菌却被一种蓝绿色的霉菌给吓跑了 这个霉菌就是青霉菌Panacillium not 而这个现象让弗莱明大吃一惊 他心想这霉菌是细菌的天敌呀 于是他开始研究这个霉菌 并发现他能分泌一种物质 能够杀死多种细菌 这种物质后来被命名为青霉素 Tanacillium 森林 弗莱明的发现并没有马上引起轰动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无法大量生产青霉素 这到二战期间 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才成功的大规模生产青霉素 这才真正改变了战场上的医疗状况 士兵们不再因为感染而丧命 青霉素成为了拯救无数生命的康密 有趣的是弗莱明自己也曾说过 有时候科学的进步是由一个偶然的发现开始的 这句话真是再贴谢不过了 想想看 如果弗莱明当时不是那么邋遢 或许他就不会发现这个改变世界的秘密了 所以青霉素的发现告诉我们 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智慧和努力 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的混乱和运气 这也让我们明白细菌虽然是人类的敌人 但在科学家的智慧和偶然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找到了对抗他们的有力武器 总之 青霉素的发现不仅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重道理程碑 也是一个充满趣味和启示的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能让大家对科学研究有更多的兴趣和理解 也许下次你在整理房间时 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对论提出时空不再绝对 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时 科学界的反应就像是有人在一场古典音乐会上 突然开始跳探歌 大家都惊呆了 因为他告诉我们 时间和空间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绝对和固定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时间膨胀 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它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当你接近光速的速度移动时 时间会变得比静止时流逝的更慢 这意味着如果你坐在一艘超高速的太空船上 去了一趟远方的星系 回来后你可能只老了几年 而地球上的朋友们可能几年老的不认得你了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帮助你理解这个概念 假设有一个双胞胎 而在这一年 阿明和阿亮 阿明决定成为一名宇航员 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太空船去探索宇宙 而阿亮则留在地球上 阿明在太空中度过了五年 然后回到地球 当他回来时 当他回来时 发现阿亮已经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他自己却依然年轻 这就是所谓的双胞胎扬谬 他完美的展示了时间膨胀的效果 再来谈谈空间收缩 根据相对论 当你以其高速度移动时 空间在你的移动方向上会变得更短 如果你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 从地球到最近的星星的距离 会比静止时看起来更短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科幻电影中的超空间跳跃 但它其实是相对论的真实预测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这个公式意味着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 反之一人 这不仅在核反应中得到了验证 还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总的来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让我们重新思考了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他告诉我们 宇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舞台 而是一个充满动态变化的场域 这些概念虽然听起来有些疯狂 但他在我们新的观点 他们已经在无数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并且成为了我们理解宇宙的关键 所以下次当你在看科幻电影时 记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 现实有时比科幻更奇妙 时间和空间不再是绝对的 他们是相对的 他们是相对的 这让我们的宇宙变得更加神秘和迷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编辑技术生命设计新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 又充满科幻色彩的话题 基因编辑技术 这可是生命设计的新篇章啊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像编辑文档一样编辑基因 那么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首先 让我们从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原理开始说起 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工具之一是CRISP的CAS9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某种高科技的厨房用具 但其实它是一种来自细菌的免疫系统 简单来说 CRIS9就像是一把分子剪刀 可以精确的剪切DNA 然后我们可以插入删除或替换特定的基因片段 这就好比在一篇文章中找到错别字 然后用红笔圈出来 记住用正确的字替换掉 那么这项技术有什么应用呢 首先医学领域是最直接受益的 比如说 有些遗传疾病是由于单一基因突变引起的 通过基因编辑 我们可以直接修复这些突变 从而治愈疾病 这就像是给我们的基因书写的一个完美的结局 不过基因编辑技术也带来了一些伦理和社会问题 比如说 如果我们可以设计出完美的婴儿 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完美呢 这会不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富人可以通过基因编辑 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聪明更强壮 而普通人却无法负担这样的技术 这会不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分裂 再来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2018年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 他利用CRISPR技术编辑了两个婴儿的基因 使他们对HIV Biodocumentary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承认对人类胎胎进行基因编辑并成功诞生 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许多人担心这样的技术会被烂怒 甚至可能引发设计婴儿的时代 总的来说 基因编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它有潜力改变我们的生活 治愈疾病甚至延长寿命 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伦理和社会挑战 我们需要在技术发展的同时 谨慎思考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确保这项技术能够造福全人类 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所以同学们 当你们在未来的某一天 看到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时 记得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过的这些问题 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既有创新精神 又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 为人类的未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走过了三个 充满奇妙与启示的科学发现 青梅素的偶然发现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颠覆性理论 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前沿应用 我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了科学的魔幻世界 让我们回顾一下 从弗莱明那个堆满培阳敏的实验室 到爱因斯坦那颠覆常识的相对论 再到现代那充满未来感的基因编辑技术 每个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偶然的惊喜 弗莱明的青梅素发现告诉我们 有时候科学的进步来自于一个意外的发现 甚至是实验室的混乱 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让我们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让我们的宇宙变得更加神秘和迷人 最后基因编辑技术 则让我们看到了生命设计的新可能 但也提醒我们要谨慎思考 伦理和社会问题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时候也曾经在自己的生活中 发现过一些意外的惊喜 又或者你们对这些科学发现 有什么疑问或感想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与大家再度相会 继续探索这个充满奇妙 与无限可能的科学世界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录像中文字幕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